塔羅灣溪暴漲泥水從山上滾滾而下 庫山溫泉區岸邊的廢棄旅館 甚至整棟被淹沒 只剩屋頂 海盔颱風帶來強風奏雨 塔羅灣溪漫過河道 兩側的建築再度泡在洪水淤泥之中 另一頭南投東浦空布土石流再次重現 大小石塊沿著土流不斷往下沖刷 還有當地村民為了回家一趟 夫妻倆搭上怪手客難接駁 為了回家顧小孩 村民只能這樣回去了 風雨威力驚人 包括仁愛鄉投85線 山壁突失嚴重崩塌 道路完全中斷 石塊往下傾瀉噼里啪啦聲響 讓人聽了就害怕 道路不通 搶修人員竟然冒著生命危險 手腳並用攀越大量土石衝到對面 頭85線通往兜達村道路中斷 而河歡山武嶺更在中午時分 出現了十四級強陣風 女騎士連戰都站不穩 更別說是逆風而行 他們兩人從日月潭出發環島 行進河歡山往花蓮方向 沒想到遇到颱風驚險萬分 隨著海盔颱風登陸 南投山區累積雨量150毫米 颱風威脅還在持續 解中部綜合報導